字幕視頻 14 Sung It to be a happy day 華夏建國論壇 主持莊元生,陳雲 好,華夏建國論壇又來和大家見面 上次說了兩次裝置都以入未盡 因為我本身對裝置比較有興趣 我本身姓莊的關係 我一直都沒有想到 因為歷代以來姓莊的名人 除了裝置以後也沒有任何方式裝置 有一個應該是在東西漢那段時間 有一個叫莊崗 但後來被迫改姓叫嚴崗 嚴崗有一個有嚴子靈 嚴崗是柳子後死的 對,沒錯 因為他本身而言 因為跟皇帝的名字 劉莊的名字衝了 因為要避諱 姓也改了 有文明就要改 除非普通老百姓說不用避忌 因為他本身而言 跟漢江武帝劉秀 大家是同學 是很親的 也是漢朝的大官 所以當劉莊上做了皇帝之後 為了避諱之後 姓也改了 後來去到台灣才知道 原來在台灣 姓莊和姓嚴 是用同一個詞 他們的詞名叫莊嚴 是一樣 是一樣 姓嚴的名人比較多 近代有嚴伏 這個大奸人叫嚴崗 可以避諱 大家本來是同出一幕 避諱後 沒有這個惡名 也沒有這個好明星 對莊子比較親切 除了姓之外 其中我讀莊子也比較有興趣 講了兩次莊子之後 今次會再講一次 最主要講一下莊子的文學 或者是莊子對後世文學 或者是文學家的影響 在先秦朱子裡面 就很特別的 就是這麼多朱子裡面 那個文學性最強 或者對後世文學 影響最大的一定是莊子 一方面是他本來講的 表現的形式 我們以前中學時 例如讀養生主的時候 養生主這篇 就放在中國文學科 當他是文學這樣看的 裡面有很多文學的形容 形象的表達 文學作品來說 除了感情之外 表達形式的形象 那個特出都很重要 例如在養生主那個 就講那個袍丁 要怎樣去劏牛 這樣 劏牛 會形容得很多 很多 我們現在的俗語說 很多花神 怎樣劏牛 劏牛 然後劏牛 又要說 以毛口入有間 後來我們 後來就變成一個食語 有隱有餘 就在這裡出來 到最後 文學形容得很誇張 劏牛 劏牛是魚肚為地 好像牛也不知自己 怎麼會被劏了 對 他是刨丁解牛 將那些 雲刀與筋骨之間 骨和筋 將筋切斷 當然 我們普通人覺得很殘忍 但以屠夫來說 就是這些日常工作 他寫到他好像跳舞 如喪臨之舞 即使今天看起來 都寫得很好 甚至近乎 武俠小說的高手 雲刀 即是很活潑 這個就很形象表達 他裝置表達的思想 就是說 人有很多困難 很多危難 你要像一把刀一樣 就有隱有餘 你避開那些 你就不會傷害了 他裏面又說 19年 如生法語形 即是說 那把刀因為沒有碰到 即是沒有碰傷 19年 都好像生在磨刀石那裡出來 即是比喻 你要懂得養生 你要避開這些人生 那些困難 不要跟他硬碰 背後的意思就是這樣 但他用一個很形象 很文學的形式 來這個表達出來 那麼 在這個 裝置裏面 他 我們上次 最主要說了那篇逍遙遊 就說 要有一個很高遠的 一個自由的 一個想像 但要下來人間的時候 就在往後那篇齊密論 就說他有一個 要看東西 有一個重新的觀點 或者叫一個齊一 齊生死 齊萬物的一個觀點 這個看法的時候 有一個 後面之後 就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看法 即是說一些修行 通常如果讀裝置 一定會讀這兩個詞語 有一個叫心齋 一個叫做座望 其實心齋和座望的意思是一樣 那為甚麼這兩個詞語 都很有趣 先說一下心齋 那我故意帶上了一本書 技術完可以查一下畫面 為什麼今天要帶這本書上來? 因為上次有一次普羅新春團拜 遇到聽眾說 我們介紹的書也未必看得到 因為圖書館也未必有 坊間的書也未找得到 這本我最早讀莊子的時候 讀的一本名著 這是圖書館可以借得到的 因為都沒有版權 所以我看到大陸有兩個出版社出過 台灣也有兩個出版社出過 都容易找得到 圖書館借得到 這本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本只有內篇七篇的一些解釋主解和翻譯 大家有興趣這本書可以重點地看 我回到正常下面 我帶這本書 講到心齋 很有趣 這兩個詞語解釋的時候 都出現了兩個人物 一個孔子和一個入室大弟子顏冤 經常粉脈登場 當然他只不過是莊子的代言人 不是論語中的孔子和男人 不是論語中的孔子和男人 講心齋這本書很有趣 有一次顏迴問孔子 他說不無以進以 敢問幾乎 哎呀我都沒得進步了 每次都考第一名 沒得進步了 問他有什麼良方呢 然後孔子就跟他說 那一字是齋 不張語藥 即是跟你說要吃齋 我就快要跟你說 那麼 莊子就很幽默 因為顏冤家就很窮 他說 我家很窮 連酒都沒得喝 我根本一直以來都是吃齋 這個就非常幽默 然後孔子也回覆他 就跟他說 不是這些齋 是心的齋 不是肉的齋 有時候人們去吃齋的時候 看到齋的形狀 譬如做到燒豬 做到燒雞 有一句說 齋口不齋心 孔子跟他解釋 不是說齋口 不是說吃齋的齋 是心齋 心怎麼能夠齋呢 孔子就給了一個定義 唯道集虛 虛心者 心齋也 他說唯道 即是你向這個道去學習的時候 就要虛了 所謂虛就是 把你以前 因為學習所來的成見 要把它虛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四字詞語叫 虛心學習 是 你說虛了它 虛了它之後 就可以容納很多東西 這就叫做心齋 是 借孔子和弟子 就說這個修行 說到這個道家修行 一定會讓我心齋 那 那 其實那個意思也是類似的 這個修行 也同樣是孔子和顏淵的故事 這次呢 就這個 剛剛就這個 相反了 就 顏淵就跟孔子說 就說 所謂坐望就是墮肢體絕聰明 即將身體的認知、心智聰明去掉它 同於大通為之坐望 即是要忘記了身體內心知、成見的東西忘記了 才達到這個坐望的修合或所謂的境界 後面很有趣 孔子就說原來是這樣 我以後也要跟你學習 這個完全是莊子、很有趣、玩樂的 諷刺、諷刺、諷刺、諷刺 在莊子的書中的趣味性是很強的 最終在莊子中說到它最主要的修行方法 心智座望都是借著他們孔夫之兩師徒說 但是表現的形式是非常有趣的 是的 他的弟子的顏梅在莊子中變成一個導家 教教儀學的老師如何心智座望 然後就可以有所進步的心性收養得好 其實這個也其來有志 因為在孔子學生中的顏梅是最窮的 收到的人通常都是窮的 就是把慾望減到最低的 那你才有辦法 那個心靈才可以得到極大的自由 是一個很對反的一個關係 所以見到在莊子裡面這些文學的表現形式是非常強的 那麼到了這個後世 就是對於文學的影響 其實最主要有兩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譬如在形式方面 譬如他剛才說的 莊子語言十九 即十篇裡面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語言的 後面很多人就會在他那裡學習 透過語言來講一些道理或者故事 譬如在唐朝的柳宗原 有很多的故事 本身來說柳宗原寫很多這些故事 都有一個困境 因為他們當時也是被貶 被貶到永州和柳州 我們以前中學讀過《捕蛇者說》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個語言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故事 比較少見 少見說那裡是因為產蛇的關係 然後捕蛇來代替交稅 應該是少見的 不見於正史 很可能是一個倒爭 借一個捕蛇 這個人這麼兇險 寧願捕毒蛇 他爺爺也是這樣給蛇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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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繼續做 因為就是要突顯 所謂的科正猛於虎 這個政治主張 另外就是柳宗原 還有 譬如有一個叫做國陀陀眾樹傳 以前香港的中學就沒有 因為那時候台灣教書 他們就會選擇篇 香港中學70年代才有 80年代已經沒有了這篇 這裏都傳承了兩個裝置 很重要的一部份 一部份就是我所說的語言 以及語言的主角就是一些雙層人士 在德聰符篇裏面是特別多的 所謂德聰符就是道德在身體裏面很充滿 表現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個扶應的關係 為了如何突顯道德很重要 身體不重要的關係 裡面出現了大量的雙層人士 要不斷手要不就駝背 這件事是內在的自足 這也是後期我們在民間的八仙都有 鐵軌尼 那些都是這些尼 那些尼 來源都是來自老莊之學 所以用這樣的對反的情況來突顯 剛才說到柳宗原的種樹國陀陀傳 那個人就是這個陀輩 但是種樹種得很好 說出一個道理就是要信念自然 不要拼命施肥想它長大 你要信念自然 給足夠的餘光水分 還有不要說還沒種大之前 經常拔掉 看看根生了沒有 然後刮一下樹皮 看看死了沒有 經常刮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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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牠呼忍到牠去刮牠去刮牠去看 condition生得不肥沈 牠的芫蛎 結果樹 health還沒長得一廢死 原來是靈簧 本來韌糊 透過這個故事看很荒謬 現代的教育 尤其是香港家長的勝算起跑線 經常去測驗,小孩未入幼稚園就去面試 面試也是測驗,看看他們是否有資格讀這所謂的骨骨名校 是否有D.S. 校本的名字 那個名字我都不記得了,總之是校本屏,不知是T.S.A. 之前是T.S.A. 現在改了新名字,大家都不記得 那些都是測試的,因為即使去到大學畢業之後 都不知教學效果是怎樣 要去到社會,成家垃圾才知道原來以前學得最多 不是在大學,是在小學 那個小學老師已經是隨隨隨隨隨便 你要獎賞他都沒辦法,已經去了加拿大退休 在這些狀態,不是說在小學的時候 就是看看搞得好不好,然後獎勵一下老師 在過程中,學生就很辛苦 老師不斷地督促他,其實也很辛苦 前幾天看了一個新的Apps產品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誇張 但這個是外國人發明的 我不知道那個推廣是否因為中國人發明 或者想有些外國人做一個推廣 就好像一個Apps來的 就說一個小朋友帶了類似一個像頭箍 透過腦電波就知道你學習專不專心 一不專心的時候,就會把腦電波傳到老師的感染器 就說這個學生不專心 就說他為什麼腦電波不是呈現某種形態 當然想到是胡思亂想 睡一覺 對,所以一看這個就非常可怕 我一看這個,我就記得在莊子裡也有個故事 莊子就在這裡,要把山上的水 就在下面淋一些農作物 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自作聰明的人就跟他說 不如把水管在山上引水下來 很常見的方法 莊子就說了一句 有機視者,就別有機心 根本上,因為那個器物的發明 就令到人的心就開始變壞 所以剛才所說的apps 就是因為有機心 所以你會發明這種東西出來 以前耕作就是以就近取水為主 如果是耕到田的 或者可以耕作的田 都會有水源 不過水源可能不是來自高山的清水 是中油、下油比較差的水 那就用那些 如果說用水管 就一定去取上油的清水 除了上油的清水 人家山坡那些梯田就沒有水 這個道理在這裏 也不是不鼓勵人家開墾 不鼓勵人家用農作的技術 就是莊子那個年代的意思 我想一直去到我們香港 即使新界耕俗到80年代 都是你那塊田就拿那裡的水 你就不要搭一條水喉 就是截了別人的東西 其實莊子所看的問題 他是看人的問題 上次都說過 有真人言之是有真知 所以重點是一個人 有一個都老吊牙的一個故事 或者笑話 就說有一大 天堂開放 所有人都湧進去 誰知道有一個人站在門口 就不進去 那個可能是哲學家 然後那些人就說 喂天堂開放 為什麼不進去 然後哲學家就說 當所有人都去到天堂的時候 那裡就會變成了地獄 這是一個篩選問題 等於剛才說的那個 整一個儀器帶著一個頭 使得每個學生都能夠專注地學習 然後就有所成就 但是社會的教育就是要篩選人 有優有劣 那你個個都做到他這麼厲害 那誰做差的那個呢 或者是個個都帶著那樣東西的時候 如何鬥爭成為厲害呢 那就是要再辛苦那些 那就是拿來搞 所以見到裝置上 精神基本上就強調了 那個自由的可貴 尤其是心靈的自由 到後來發展到下來 魏晉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老莊非常有慶祝 所謂有魏晉懸學 但這個本身來說 也有一個根本上的矛盾 其實很多人 沒有辦法做到心靈的自由 但他接受了這套思想的時候 就很痛苦 舉個例子 軟直 軟直 他也寫過一篇達莊論 即是如何把莊子的意思 很強烈 很豁達地表達出來 大致上的意思 都符合莊子的意思 但他本身來說 他就超脫不了 因為他本身來說 也是世家大族 也要出來做官 當時都非常混亂 隨時又會有殺生之 又不能亂說話 心情很苦悶 又想很自由 所以會有很多奇行怪事的出現 其中一樣就是 窮途末路 我現在有個成語 叫窮途末路 就是這樣 他很喜歡駕駛馬車 在周圍 大街小巷 周圍走 一直到 去到佛頭巷 去不到的時候 就很感觸 大哭一場 哭完之後就回家 這是軟窮途 這是少年啟蒙書 經常說的典故 當然他這些奇怪的言行 亦都不止這一樣 只不過他這一樣 很明顯地表達到 心裡的那種焦慮 他又不介意 將感情顯露出來 坐馬車 去到窮途行也好 或者去到郊外 忽然間沒有路走 要回頭 就說放聲大哭 在那個年代 他就是這樣放任的生活 即是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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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做那樣東西 當你做得到的時候 你就會好 個人的情緒 就會比較好平和 是的 遠直很明顯 就是這個做不到的 在危陣的時候 誰比較難做得到呢 陶宇明 對於現實政治很黑暗 後來又有歸回田園 我們以前中學都讀過歸田園居的那些詩 表達他那種 他那種 回歸田園的那種心態 其中有一首詩 表達到他超脫生死的看法 這個就是中浪大化中 不起亦不改 應盡便須盡 無伏獨多慮 很簡單的意思 但那個意思也很深厚 就是說 生死是順應自然的 你就不要硬來 要死的時候就死了 就不要那麼多思慮 無伏獨多慮 不要那麼多思慮 相對於來說 遠直的人有很多思慮 我又要保持自由 又要有明示的作風 要做官又要超脫 但又沒有辦法去拒絕司馬仕 對他邀請出來做官 所以生命形態又非常痛苦 但圖宇明就不同了 斬斷了 和整個整治 持官歸故里 是的 但那個就很辛苦 因為持官歸故里之後 他真的沒有其他收入 然後再次次實實去耕田 所以晚年情況都很艱苦 因為本身來說 他沒有家世 也只有幾乎薄田 也遭逢不幸 遇到天災、旱災、黃蟲災禍 你看他晚期的詩 很慘 幾乎會餓死 有一篇說到他差不多一個星期都沒有食 說過煙通 即是沒有煙出 叫做有匯而作 還有一篇病序 說他沒有食 他後來就寫了那篇罪裏面 就說做這個農夫就很辛苦 我現在不記得他 可能年輕小子就不知 以前人就那麼辛苦 那你見到這些 其實他是用很大的生命 那個意志 即是所謂固窮 去守住這個貧窮 才能夠保留他心裏面的那個平靜 跟軟跡就不同 是的 他還有誰受影響呢 剛才也說少少的 柳中元 柳中元他中年被貶 貶到他這個永州的時候 就寫了很著名的 叫做永州八記 是啦 是啦 永州八記 那個遊記就是山水文學 其實是借山水文學 講他那種的心態 那之前呢 就中學就取消了泛文 那我現在我見 那些學生呢 永州八記裡面其中的一篇 《始得西山宴遊記》 都在泛文那裡的 其實讀翻都是好的 是的 《始得西山宴遊記》 其實那個意思 最開始就說 就是自如為貿人 居士州行喘律 是的 我開始 所謂貿人意思是 因為他被貶了 貶了這個州的時候 行喘律 經常就很焦慮 很擔心 那他後來 即他選擇什麼呢 就是遊山換水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貶的官 就沒有東西做的 是閒職來的 掛個名字而已 是的 沒有東西做 那麼他要抒發 他的悶氣 就經常就遊山換水 那麼後來就去到西山那裡 那麼西山呢 就是一個很偏僻的一個山 很少人去的 那麼他去到山之後 在山上看了下來之後 就有一個感慨 就說 就好像說 就好像登靈絕頂 一南中山小 那麼見到 就是那個山那麼高 但是很難去的 那麼他上了去之後 就見到 就是他有一種 其實一種自我的感慨 一種鼻子在他的頭上 其實我呢 就好像吉塞哥 柳忠儀就覺得自己 就好像那個西山那樣 就是 不是那麼 就是懷財不如 被人所識 那麼 後來他就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領悟 去了這個山之後 就說 這個山呢 就 不予陪柳者為內 陪柳者或是低 就是那些小人 對 對 然後就 造造父與物者猶 而不知其窮 好像跟整個天地 有這個 這個 這個搶猶的關係 就是好像這個 莊子所說的 這個 這個 逍遙猶 對 那麼後來他就說 心色 心形 心形 形式 與萬化 銘合 這個就 說 完全就是這個 《逍遙教》和《齊密論》 那個 這樣的 這個境界 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 柳宗元寫了這篇文章之後 藉這個老莊的心境 有一個自由 有什麼思想 所以其實 所謂 似得西山 其實就是似得自己 就是重新找回那個自己 去到那些 交友的時候 然後就 把聖程 那些寄託 在山水 高山流水之間 跟萬化合一 跟外邊的東西合一 這次 心就定了下來 看到高山流水 樹林 那些人安靜 正如我們 有些不如意 或者是屈滿 就 去交易公園 走一山 站上去看 下面 即使下面 都是很多屋 但是那個眼界是不同的 所以 看到屋 未必看到高山 高山流水 但是 我心也是 疑然自得 所以我記得 陳文老師說過 如果香港 之前很多行政會議 或者梁振英都放風 要搞交易公園 陳文老師說過 如果沒有交易公園 香港很多人會先 很多人會先 特別那些 沒有錢去日本 或者沒有錢去暑假 去加拿大 那些人 在香港 只能夠打工仔 或者主婦 只能夠在附近 甚至都去不到遠 在屋邨後面 就是一個山仔 上去繞圈 下來 心情都好些 因為人是來自於自然 回到自然 很和平的狀態之下 就有很舒緩的作用 對 說到柳中元 這篇裡面 好像有大切大誤 即是說 我放下了 我就不會覺得自己 好像被貶 有那種憂鬱的情況 他一年寫了八篇 所以有這個 永州八記 那個異境 都是由裝置進去 但是 很大問題 講一套 未必做得到 柳中元是做不到 即是他表面上 寫這些文章 就很開脫 但是始終那個心結解不開 即是那個文人的心結 用於世的心結 都是心存於朝廷 雖然 已經下方去到江湖 但是 我們叫做心存偽訣 心存在天子的朝門 打算有朝日 都要回去京城 做官 即是 心結一直都放不開 所以就 很早 四十多歲 因為心結 放不開 屈屈寡寬 然後就過了身 扭轉 柳中元 那個情況 其實跟軟直 那個情況 有些類似 即是 學老莊那套 叫你放開 但你實際上 生活上就沒辦法 就在那裡 你真的去到老莊那套 借題發揮 只是記一下意義 但還沒有在那裡 對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我們再講一個很重要的問號